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情况下 你会发现你增加更多的重量 未必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 获得的这种编辑收益不一定很增加的重量成正比 在TMD这个例子当中呢 我们有比如说最小震动 最佳震动和最大震动 那么在你的当中 TMD能不能有效的改善最小震动 那取决于这个建筑的震动有多大 就好像你要加装更多的阻力器 可能就需要更多的能量一样 前面的这位先生 我是来自OCT的威刘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问第二位发言人 根据你的经验 多高的一个建筑 装了VCD之后 是有用的 可以减少震动 特别是风引起的震动 我想这个系统可以增加阻尼 同时可以保持建筑的线性刚度 在有风的情况下呢 这个会有加速 而且加速会越来越高 当然我们需要在抗震和抗风之间 有一个平衡 我也不知道这个建筑的高度的 极限是多少 但是我只知道 根据现有的建筑标准 建筑的高度 必须和它的垂直刚度进行匹配 我并不认为在和其他的系统相比 我们这个系统有更多的限制 我的经验是 当建筑高度不到100米的时候 用不用阻尼都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在这个抗震方面 情况会很不一样 同时非常细长的建筑 很多的发言人都谈到这一点 比如说在多伦多 就有这样的一些建筑 差不多每个高层建筑都非常的细长 其实是4045层的一个建筑 他们对风都非常的敏感 那同时呢 同时呢 还有城市当中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对建筑产生的影响 比如说建筑群相互的这样的一些影响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40楼以上的一个建筑 就需要考虑阻尼问题 当然在一些这个地质不活跃的地方 人们可能不考虑这个防震的一个问题 但是不幸的是在美国的东海岸 在一个低地震烈度地区 就有一个大的地震发生过 造成很惨重的后果 所以在抗震方面 如果使用阻尼器的话 效果会非常好 我们能请其他的发言人 其他的提问者的提问 我想问CrystalPolis一个问题 对VCD而言 这个VCD它的使用寿命有多长 什么时候我们要开始要进行更换了 那么现在它的使用寿命 根据ISD109这个标准 它差不多可以用40多年 那这个材料是在这个世贸中心里面使用的这些材料 那此外呢 那材料制造业 也做了很多的这种老化实验 那我们现在的感觉是 在50年到60年的时间里面 这样的一个VCD阻尼器 在使用性质上面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现在呢 我们还在对这方面进行研究 但是至少30-40年大家都可以理解 那50-60年 大家可以开始考虑来更换这个VCD阻尼器 但是我想这个VCD和其他的一些先进设备 使用寿命都差不多 因为所有的这种先进的产品 它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使用年限 50年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年限 当然也许今后呢 会有更好的材料 让我们的这个使用寿命更加延长 听众当中还有问题要问吗 我想问一下 另外一个问题 谈到在菲律宾高速建设当中 使用的液态阻尼器 我们知道这个阻尼器 可能在其他项目当中也使用过 你们有没有对在其他建筑当中 使用的液态阻尼器的性能进行过分析呢 那我们对达拉斯大楼的阻尼器的安装呢 正在进行当中 相关的建议呢 正在讨论当中 那在日本呢 会有一些建筑使用液态阻尼器 他们也正在研究在台风影响下这些液态阻尼器的表现 在北美也有一些液态阻尼器 在曼哈顿有一些高层建筑 那最近呢 在设计了这种液态阻尼器 那在曼哈顿也有一些 已有的建筑当中 已有的建筑当中呢 加装了一些这个水箱 但是听上去很可笑的是 他们没有往里面灌水 但是这就是曼哈顿只有在需要的时候呢 才会在里面装水 那我对阻尼器的态度是 我们对它了解实在不多 当我们设计阻尼器的时候 那我在刚设计的时候呢 也遇到了很多质疑 那如果一开始 阻尼器对于整个减震的效果 不是很大的话 你可能根本不愿意安装阻尼器 对于菲律宾高楼 我想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机会 来得到一些实验数据 请发言者使用话筒 请发言者对准话筒发言 谢谢 我想这些数据 对像我这样的一个 从业人而言是非常珍贵的 非常宝贵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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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